受到了山土耳台风的影响 蓝雨外海风浪也是非常的大 在今天清晨有一艘八倍多级的矿沙船 船舱倾斜进水 有19名的外籍船员因此受困海上 情况是相当的危机 一早6点多空勤总队出动直升机 但是暗雨海上不佳无法救援 索性从11点开始陆续吊挂成功 一行人全数脱困 蓝雨龙门港海岸风浪强劲 这艘失去动力的矿沙船 船身被浪花拍打的左右摇晃相当惊险 上头还有19名外籍船员受困 空勤总队货报顶着风雨到场抢救船员 直升机陆续进行吊挂作业 总共分3T次救出19人 但受到山土耳台风影响 海上状况相当恶劣 整个救援行动一度受阻 一号清晨这艘八倍多级的矿沙船 从中国曹飞电港要前往新加坡 行进蓝雨西南方18里时 现场最大阵风已经达到11级 浪高有7公尺 酿成船身倾斜进水失去动力 船长决定弃船请求救援 6.06分空勤总队直升机出动 但飞敌现场时风雨过大无法吊挂 同时间高雄舰也出发池源 过程中整艘矿沙船 也被强劲风浪带往蓝雨龙门港 空勤总队持续尝试接近船身 终于全工从11点43分开始分3T4吊挂 将19人全数平安救援 这个船现在目前的海上的确是比较不稳定 环保局一定会随时准备 就是如何去来协助海洋污染的部分 19名外籍船员海上惊魂将近10个小时 索性都没有受伤 目前先由商工所安置 而失去动力的八倍多级矿沙船 已经搁浅在龙门港暗季 海军署强调将等台风过境之后 再进行后续处置 借了林翔台东采访报道